男生非常不滿 從四月底到五月初 因為我怎麼下回到 那些直播主裡 嗆來嗆去 然後到最後呢 還要必須要有黑道背景的 大哥出來調停 這你算 這你算了一世人 做那麼久的一個建設 你看到這些你心裡頭 你不會覺得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署裡面已經有 也針對這個問題有做一個 收證 會來做一個打擊 你們軟得麻糬的 你們叫做打擊 這個請委員拭目以待 你們拭目以待 你們根本就沒有作為 本書非常不滿 從四月底到五月初 我看這個所謂的直播主子亂 這個看到最後 我光我LINE收到的 或者民眾跟我反應的 跟我說 這現在是無政府的 都說才是無政府 尋應政府就一直說的 有政府會做事 他說這下回到直播主題 搶來搶去 然後到最後呢 還要必須要有些道背景的大哥 出來調停 大哥呢 你們經政室 行政警察局你們在做什麼 大哥呢 防疫期間 然後這些直播主這邊搶來搶去 又大堆 就大家說看要來 又有大腳又出來敲敲的這樣 我要請問我們副署長 這你算 這你算了一四人 坐那邊搶的一個警察 你看到這些你心裡頭你不會覺得 你的感受是什麼 這個 互嗆 跟實際發生是不一樣的 但是當我們在網路搜尋到這些訊息之後 我們署裡面已經有 也針對這個問題 有做一個 收證 會來做一個打擊 你們兩個好像麻糬的 你們叫做打擊 那個請委員拭目以待 我們拭目以待 從四月份到現在 我跟妳講我對我們警政署 我們對我們刑事的警察局 我們刑事的警察機關 這一次對這些主播主 亂到現在 搞得受費人心活動 你們根本就沒有作為 沒有看到你們強力的作為啊 還沒行動啊 所以說啊 幾天啊 你們還沒有行動 警委員給我們時間嘛 這個也不是說我們 沒有道理啦 沒有道理啦 我們一定全力要求他們來收證 然後該辦就辦該處理就處理